好第二是实施分析程序 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前期都已经学过了 那我们在讲到分析程序这个环节的时候 第三章第四节 讲到分析程序的运用 那应当运用的环节中包括了 风险评估程序和总体复合 而对于我们的实质性分析程序是选择性运用 好那么我们的这个分析程序运用 在这个环节上其实就是在总体复合这个环节 总体复合其实不就是我们回头看看来时的路 当时做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出了报告真有问题就可能要承担责任了 那注册会计师还要最后再确定一次 在临近审计结束时 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分析程序 帮助其对财务报表形成总体结论 以确定财务报表是否与其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一致 实施分析程序的结果可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 识别出以前未识别的重大错报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注册会计师需要修改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并相应修改原计划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也就是说在总体复合阶段如果发现问题 那我们完全可以往前推 重新去做相关的工作 我们可以做风险评估 再做风险应对 再走回完成审计工作这个环节 出报告之前要把能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这里就是我们在讲总体复合这个步骤罢了 了解一下做一个简单回顾就可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部分 复合审计工作的内容 复合审计工作啊 简而言之其实就是复合审计的工作底稿 那关于复合工作底稿呢 我们给他做一个层次的划分 那第一部分我们就是做项目组的内部复合 而第二部分呢 我们是做项目质量复合 好那么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啊 其实是会计师事务所 他设置了质量管理部门 那对于这个质量管理部门的人员呢 他不直接参与审计项目组 他也不实际参与这个审计项目工作的执行 他是独立于项目组来做出客观评价的 现在我们审计项目组冲在一线 有其中的项目合伙人和项目组成员 在现场啊就会执行很多工作 他自己内部也会做质量把控 这就是项目组内部复合 我们具体呢可以分为两块 一个是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复合 另外一个呢就是项目合伙人来负责的复合 好那如果说这个审计项目组做了工作 我们还想保证安全 会计师事务所有自己的业务质量管理措施 设置了业务质量管理部门 那这个质量管理部门啊就会派相关的质量复合人员 对审计项目去做一个质量复合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呢 如果提出一些不同的复合意见 那就需要跟项目组成员去进行接洽 通过沟通解决意见分歧 才能够去出报告 而关于项目质量复合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21章更为详尽的给各位同学来展开 在本章当中啊 是一个简单的概述 我们更多的关注项目组内部复合的相关要求 首先我们来看项目组内部复合当中 涉及到的成员之间的复合 简单来说就是经验多的复合经验少的 复合人员应当由项目组内部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 复合经验较为缺乏的人员的工作 对一些较为复杂 审计风险较高的领域 需要指派经验丰富的项目组成员执行复合 必要时可以由项目合伙人执行复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本身啊 我们在对审计项目工作进行分配的时候 也会考虑让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 去面对那些复杂的风险高的领域去执行工作 如果本身就是经验丰富的人员去执行了工作 他能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复合吗 不能 老规矩啊 我们从职责分离这个角度 其实不止适用于被审计单位 从我们会计师事务所这个角度上 他也会提到一些职责分离的相关考虑 大家可以套用这个思路 那当然了 自己执行的工作 自己不能复合 那找谁来复合呢 必要的时候就可以找项目合伙人来复合了 对于这些复杂的风险较高的领域的考虑 各位同学就可以参考我们在第13章到第17章 给各位同学讲到的一些特殊事项的考虑 例如舞弊风险的评估与应对 重大会计估计及其他复杂的会计问题 审核会议记录和重大合同 关联方关系和交易 持续经营存在的问题等 至于复合时间 我们就一个要求 及时复合 像审计当中 比如现在有审计计划 我们能不能定完审计计划 直接开展工作 先不复合 结果工作开展到一半 突然意识到了 那这个审计计划制定的略有一点不合理 所以很多我们的风险评估到风险应对工作呢 做的也不到位 还需要再调整自己工作 那我们还不如及时复合 早发现早解决 对不对 这种及时复合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对问题能够尽早的发现解决 审计项目复合 贯穿审计全过程 随着审计工作的开展 复合人员在审计计划阶段 执行阶段和完成阶段 我们都要求是及时复合相应的工作底稿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项目合伙人复合 项目合伙人呢 他也是审计项目组的成员 所以说他也属于项目组内部复合的一部分 那项目合伙人 他是相当于一个审计项目的领头羊 要对审计项目的总体质量来负责 项目合伙人应当对管理和实现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承担总体责任 那项目合伙人会符合所有的审计工作底稿吗 当然不会了 从现实角度 如果大家看过我们这个纸质的打印出来的审计工作底稿 那有一些大型公司 可能我们把这个工作底稿而落下起来比人都高 但用小推车推来推去 是吧 这种情况下 那项目合伙人对于一些不是很重要的事 可能自己项目组内部这些工作人员自己就解决掉的事 他又没有必要逐一的都复合 所以项目合伙人呢 他是无需复合所有工作底稿 他只把握关键问题 比如说审计中的重大事项 你看我们在审计中某个领域涉及到了值得关注的重大错报风险 也就是我们的特别风险 那项目合伙人会对特别风险的一个应对去进行复合 同时如果审计中发现重大错报 那项目合伙人会对重大错报相关事项去进行复合 就在审计中提得到重大事项这样的一个角度 另外重大判断 这个主要是涉及到一定的主观程度 包括与在审计中遇到的困难 会有争议事项相关的判断以及得出的结论 项目合伙人能带领这个项目 他一定是这种知识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员 能够更好的做出决策的人员 所以涉及到这种主观判断 大家有争议的时候 就可以让项目合伙人来看一看呀 所以项目合伙人会复合这个部分的工作低岗 另外就是项目合伙人认为有必要去复合的 根据项目合伙人的职业判断 与项目合伙人职责有关的其他事项 好复合时间 在审计报告日或审计报告日之前 项目合伙人应当通过复合审计工作低岗 与项目组讨论 确信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支持得出的结论和你出去的报告 这里我们第一个要强调的点 就是不完成审计工作是不能出报告的 所以你完成审计工作一定是在出报告之前 不得晚于审计报告日 我们更加精准就叫审计报告日或审计报告日之前 就要完成这些工作 另外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个点啊 需要各位同学准确的把握 项目合伙人复合工作低岗这个工作里 一定有与项目组讨论 为什么会有 因为项目合伙人相当于这个项目的领头羊 他主要把握工作的大方向和解决疑难杂症 他可能不会对每一个细节问题都亲自去执行工作 别的不说 有的同学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刚刚接触审计业务的时候 可能做了很多杂事 注入去进行抽评 那进行凭证的检查 那进行函证相关工作 感觉就是简单机器的重复劳动 花了很多时间 随着你审计工作经验的增长 那你逐渐的就职位提升以后 做到项目经理 很少有项目经理会亲自到银行去跟函 或者说亲自去负责函证的收发 这些工作就会交给我们项目组的这些审计员 或者说审计助理 那真正执行工作的人呢 可能就是项目组中的一些项目组成员了 项目合伙人在这翻审计工作底稿 发现在应对特别风险时的一些风险应对工作 那他可能就想知道在具体执行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有没有面临一些特殊情况 那这个审计工作底稿中的一些具体工作情形 项目合伙人没有亲自执行啊 他就需要去问一问做这个工作底稿的人 他当时是如何做的 对不对 所以啊 这个项目合伙人 他把握大方向的同时 应当是跟项目组讨论来了解情况 所以必须是复合审计工作底稿 并与项目组讨论都有 好 项目合伙人应当在签署审计报告前 复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以及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 因为在出审计报告之前必须要完成审计工作 那这个复合工作也是审计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里还要特别去强调 项目合伙人 他在签署审计报告前 审计报告上会有两个注册会计师签字 项目合伙人就是其中之一 也就代表他要对这个审计报告承担相应的责任 一定要更小心 第二个需要各位同学注意记忆的 就是项目合伙人复合内容上 刚刚我们针对审计工作底稿 讲到了他要复合重大事项和重大判断 以及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同时他还包括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这个应当复合的部分里 还有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要保证即将出具的审计报告 他是对的呀 包括对关键审计事项的描述如适用 项目合伙人应当在与管理层 治理层或相关监管机构 签署正式书面沟通文件之前 对其进行复合 比如说跟治理层沟通当中 我们就会讲到 在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之前 那对于导致非无保留意见的事项 或者说涉及到相关审计报告中 要进行表述的事项段 那我们会跟治理层沟通 常用的沟通方式呢 就是以审计报告的草稿形式 再跟治理层进行沟通 把这个审计报告草稿 给被审计单位的管理层 治理层去看一看 那我们能不能先把草稿 给管理层治理层看过之后 再复合 通过复合呢 可能又发现审计报告中的一些处理 存在一定的错误 再跟管理层治理层说不好意思啊 原来那个审计报告错了 别当回事 看我们这个新的报告 对外部的这种管理层 治理层监管机构的沟通 往往不适于反复来回的 去进行改正 多次进行沟通 那我们希望能更有效的一次性进行好 所以是先做好复合工作 确认自己这边的文件资料 没有问题了 你再去把这个文件资料提交给管理层 治理层或监管机构 那能更好的提高沟通的效率 好 项目合伙人应当记录 复合的范围和时间 这就一个常识性内容了 所以复合时间中 两条都需要各位同学去关注 一个是项目合伙人 他复合的时候是复合工作抵稿 并与项目组讨论 同时呢要在签署报告前复合财务报表 审计报告和抵稿 又给各位同学把范围扩大到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如果要跟管理层 治理层监管机构去进行顺势书面沟通 要在沟通之前就做好自己的复合工作 好 第三是项目质量复合 在这儿我们就先做一个范围的明确 什么样的项目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除此之外呢 我们放到21章中 再具体的给各位同学讲讲项目质量复合的操作 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就项目质量复合 制定政策和程序 并对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业务 比如说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 一定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法律法规要求实施项目质量复合的审计业务 这是第二类 法律法规有要求的 或其他业务 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认为 为应对一项或多项质量风险 有必要实施项目质量管理的审计业务 或其他业务 实施项目质量复合 所以在这里我们明确要求的是 上市实体财务报表审计 接着就是法律法规要求的审计或其他业务 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自己设定标准 认为有必要做项目质量复合的审计业务 或其他业务 都来做这个项目质量复合 项目质量复合是通过会计师事务所 来对项目质量进行管理 所以设置相关部门独立于项目组来做这个工作 好我们来看 解答题的小问 A注册会计师担任假公司 2013年度财务报表审计项目合伙人 B注册会计师担任项目质量控制复合人 那相关事项如下 根据复合计划 审计项目组经理 复合了审计工作底稿 A注册会计师复合了财务报表和你出具的审计报告 确信获取了充分适当证据 问你A注册会计师做法是否恰当 不恰当简要说明理由 大家注意啊 我们在一个审计项目组当中 会有项目助理 有审计员 还有审计项目经理 这些都不叫做项目合伙人 在我们这个审计考试题目当中 想告诉你是项目合伙人 一定有明确的字眼表述 项目经理不是项目合伙人呢 那这里项目经理他复合工作底稿 属于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复合 经验较为丰富的成员 复合经验较为缺乏的成员的工作 那我们这两个层次是分别去考虑的 对于项目合伙人来讲 他必须要复合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及认为必要的其他审计工作底稿 并且复合财务报表和你出具的报告 不是项目组成员复合完了 项目合伙人就不管了 这个说法是不恰当的 好不恰当 A注册会计师还应当复合审计工作底稿 并与项目组讨论 因为这里我们强调了 复合工作底稿 并且一定要与项目组讨论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单选题 这里有关 审计工作底稿复合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哪一个选项 A项目合伙人应当复合 所有审计工作底稿 我们刚刚强调过 项目合伙人呢 他不需要复合所有工作底稿 他就是看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和认为必要的一些 其他审计工作底稿 审计工作底稿中应当记录复合人员的 姓名及复合时间 这个其实在我们第六章 才能够出报告 这属于我们审计工作的一个部分 哪怕是要做项目质量复合 这个项目质量复合人员 虽然是独立于审计项目组 但他同样作为我们审计工作一部分的考虑 那么他也是要在出报告之前完成复合工作 而且大家常识一想 出报告之后再做复合 有任何问题也不好得到解决了 所以复合就没有实际意义了 B 应当由项目组内经验较为丰富的人员 复合经验较为缺乏的人员编制的审计 工作底稿 没有问题 答案就是A选项 好 多选题 下一列选项中 项目合伙人应当在审计过程中复合的有什么 从工作底稿角度呢 我们要复合重大事项 重大判断 以及项目合伙人认为与自己职责有关的 有必要要复合的一些工作底稿 同时呢 我们还要复合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 A 说项目质量复合人员编制的复合记录 这个我们可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吧 A 就排除了 B 财务报表审计报告有 C 与重大事项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有 B 与重大判断相关的审计工作底稿也有 所以本道题呢 我们答案就选择B C D这三个选项了 好 说到这儿 我们这一节内容就结束了 这一节内容呢 相对来说 在本章当中是最为重要的 而占分比也是最高的 值得各位同学特别去关注一下 尤其是在我们评价错报这个环节上 可能会涉及到较为灵活的考察 各位同学要予以关注 首先考虑识别出的错报 这个识别出的错报啊 我们不要只考虑对审计意见的影响 我们既要考虑对审计工作的影响 又要考虑对审计意见 或者说叫对审计报告的影响 怎么算对审计工作的影响呢 就是如果存在这种重大错报 我们可能就会认为原有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比如我通过实质性程序发现大量错报 那就可能推翻原来对内部控制的信赖 那我就可能还要追加实质性程序 如果我们确定需要调整重要性的话 那我们也对应的要追加一定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才能获取充分适当证据 所以对于这个错报 哪怕管理层都已经更正了 你也要考虑对审计工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所以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审计工作的 一个是对审计报告的 好错报的沟通和更正 与管理层治理层沟通的要求 那好我们与管理层沟通的是什么 是所有累积的错报 不用去沟通明显微小错报 明显微小错报在发现的时候不累积 也不强制要求在工作底稿中 去进行相应的处理 那我们可能就不管它了 那后续呢 也不需要跟管理层再去沟通了 但如果说我们是进行累积的错报 超过明显微小错报临界值的 好在这个位置上 将来我们都会要求管理层更正 至于说管理层看到这些错报 跟注册会计师协商认为这个错报不重大 要求不更正 那是我们后续的事 但是这个程序肯定是走到位了 注册会计师肯定是跟管理层沟通 要求更正 那后续再讨论是得到更正还是没得到更正 如果是未更正错报的话 对我们的审计报告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对于未更正错报还要关注未更正错报的原因 对原因也要加以考虑 接下来治理层沟通 与治理层沟通这个时候落实到什么了 落实到未更正错报上去了 是管理层这一轮下来以后 还有未更正错报找治理层 那与治理层沟通 一是本期的 本期的未更正错报 还有上期的未更正错报 对本期审计还有可能有影响 就上期未更正错报的影响 那对于我们单向重大错报 和存在这种单向不重大 并且多次发生的小错报 怎么对待呢 如果是单向重大的 那我们要逐向单独与治理层沟通 如果是存在多项单个不重大的错报 那我们跟治理层沟通的时候 可能没必要逐一沟通 他可以沟通错报的比数 和汇总的金额也可以 OK 那重新评估重要性这里 那我们就是要考虑 根据实际的财务结果 去修改重要性 这修改重要性啊 往往我们只提调低重要性怎么办 没有说调高重要性的 这调低重要性就应当重新考虑 实际执行重要性 并且考虑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必要的时候就是追加审计程序就完了 确定未更正错报 单独或汇总起来是否重大 这个部分考察当中啊 非常的灵活 经常在主观题中呢 出小问 是需要各位同学能够自己 对他进行一个灵活运用的 首先对于单向错报 我们逐一评价错报以后 单向重大的错报 不太可能被其他错报抵消 比如收入虚增2000万 成本虚增2000万 不能抵消过以后 说对利润没有影响啊 不构成重大错报 这是收入有重大错报 成本也有重大错报 只有同一交易或者说同一期末余额内部的 这些同一性质的这种情况 比如应收账款中的A客户少寄了300万 寄错了寄到B客户头上了 B客户多了300万 抵消可能是适当的 好分类错报 分类错报就是那种可能存在金额较大 但从性质看不重大 因此不被视为重大错报的情况 还给各位同学讲了可能影响关键财务指标的 比如营业收入和非营业收入 如果记错了 往往影响我们关键财务指标 还有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成本和费用记错了 往往影响关键财务指标 流动资产负债和非流动资产负债记错了 往往会影响这种关键财务指标 错报低于财务报表整体重要性 那我们需要定性考虑 也有可能构成重大错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扭亏为赢 就是金额虽然不大 但是因为这项错报 财务报表就实现了扭亏为赢 这我们从性质上看 会认为其是重大错报 考虑以前期间未更正错报的影响 复合审计工作中呢 我们分为两个环节 一个是项目组内部复合 一个是项目质量复合 项目组内部复合当中 就是项目组成员之间的复合 和我们对应的项目 合伙人的复合 这样的一个工作 对于项目组成员复合呢 绝大部分工作底稿 都会经过这一部分 有经验多的 复合经验少的人员的工作 要求是及时复合 项目合伙人复合这个部分 可考性要强一点 各位同学可以适当的去关注 那我们要求项目合伙人 对审计项目质量去负责 那么他要对审计项目的高质量 总体负担相应责任 项目合伙人不用复合所有工作底稿 但对于那些重大的事项 重大的判断 他就要去进行项目工作底稿的复合了 同时他还需要复合财务报表 和你出具的审计报告 在复合的时候呢 那我们一定是要复合工作底稿 并与项目组讨论 在出具审计报告之前 就要完成这样的一项工作 好那这是我们需要对项目合伙人复合所关注的 项目质量复合在这儿啊 就是给各位同学做了一个小科普 主要是讲了一个项目质量复合的范围 上市实体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 法律法规要求的审计或其他业务 会计师事务所自己制定标准 认为有必要去做项目质量复合的审计或其他业务 好那这是我们这一节的全部内容 给各位同学做了一个简单的提示 如果各位同学对哪一部分还觉得有点迷惑 一定要及时回去看 尤其对评价错报这种可能灵活运用的部分 还需要自己适当的做一些题目来消化吸收 那这一节就先讲到这儿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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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